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2020年一档乘风破浪的姐姐帮助芒果 发现了全新流量密码 帮助多位过期艺人实现了赛就业 当年冠名的微商品牌也是大赚特赚 三方都吃到了红利 如今两年过去 该系列已经来到了第三季 但是浪姐三依旧有着强大的号召力 三连之仰这件事压根就和他不沾边 浪姐三正片部分即将迎来第五次公演 前四次公演后 吴莫愁 黄小雷 赵英子 阿亚 黄毅 刘恋 毛俊杰 许如云和胡逊儿九位姐姐被淘汰 四宫备战期间 徐梦桃退赛 已经录制完毕的武功中 网传只有郑秀岩祖的张新毅被淘汰 所以将有17位姐姐竞争成团业的9个成团名额 值得一提的是 浪姐三从三宫开始 个人喜爱度榜单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成团名单似乎已经提前失去了神念 再加之 网友统计了前四宫个人喜爱度总榜单 成团名单似乎更加明朗且合理 无非是谭未为 王兴玲 郑秀岩 蔡卓妍 钟兴童 薛凯奇 余温文 郭菜杰 吴景言或张天爱 但是以芒果的一贯做法 会让本季的成团业提前失去神念吗 恐怕不会 大概率会有爆冷成团的姐姐 以及成为一男品的姐姐 比如第一季的黄林和王菲菲 第二季的张博之 尽管武功的舞台还没有播 但是成团业的赛制已经被爆料了出来 依旧是谭未为组 王兴玲组和郑秀岩组的三团大战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王兴玲组成团人数可能最多 谭未为组次之 郑秀岩组最少 但为了让成团业更有看点和爆点 逼者认为悬念依然存在 两个组可能有黑马 一个组可能会爆冷 王兴玲组的黑马姐姐可能是唐十一 在三宫的自由组队环节 王兴玲秉着衣子排开会很好看的原则 邀请了蔡朱岩 钟兴玲 张天爱和吴景岩 就此组成了郎姐三人气最高的团队 武功加入了唐十一算是补强 颜值和实力都在线 三宫后的人气排名中 王兴玲组成员全部在前十名 而前四宫的喜爱度总榜单中 王兴玲组全部在前十一名 所以说 王兴玲组很有可能在成团业六进四 成为最大的赢家 但同时 这也意味着 王兴玲组的成团竞争会很激烈 王兴玲 蔡卓妍和钟兴玲 大概率已经提前锁定了三个成团席位 如果还有第四个成团位的话 吴景岩 张天爱和唐十一都是有机会的 吴景岩和张天爱都是王兴玲组的老成员 且人气排名一直都很接近 所以他俩无论谁成团 似乎都是合理的 但是如今 新加入的唐十一 有了后来居上的态势 吴景岩和张天爱有竞争对手了 首先 唐十一四公后的人气排名是第八 首次冲进的成团位 超过了第九名的张天爱和第十名的吴景岩 武功有两个舞台的他 人气还会攀升 其次 唐十一近日深陷绯闻风波 但始终没有实锤爆出来 尽管这件事情看起来对唐十一成团有影响 但也许结果相反 唐十一的粉丝们可能会尽全力的参与成团业 现场录制并投票 在此 节目组居然大力请到了唐十一 和朱洁静这两位舞蹈首席 大概率会让其中一人成团 而从目前的人气来看 可能就是唐十一 除非绯闻被爆料出实锤 所以说 尽管吴景岩和张天爱 一直被视为是王姓民族的成团热门 但是唐十一有可能成为黑马 是成团业的爆点之一 郑秀妍族的黑马姐姐可能是王子玄 以目前的人气分析 郑秀妍族的成团名额最少 可能只有郑秀妍和于文文两个人 因为张力 朱洁静和王子玄的一面都不大 但是在以上三人中 王子玄有可能成为黑马 原因有两点 第一 王子玄四公后的人气排名是第十三 尽管还不在成团位 但是相较于三公后的第十六名上升了三位 武功再次拿起吉他的他 人气可能会攀升 第二 王子玄和齐妍都是太阳串和的艺人 而这个公司和浪姐一直有良好的合作 比如第一季的金晨 第二季的周比唱 如果太阳串和的艺人能够拿到一个成团位的话 大概率就是王子玄 王子玄虽然外形条件优越 足以成为浪姐三的门面担当之一 但在前两次公演后 存在感一直很低 但是三公开始 王子玄加入人气网郑秀妍的团队 并且发挥了英文好的优势 在三公和四公成为了郑秀妍身边最好的语言助手 而且收获了更多的镜头 所以说 如果王子玄在成团业暴冷成团 那么笔者不会感到意外 谭维维组的暴冷姐姐可能是郭彩杰 相较于王兴林组内的激烈竞争 谭维维组的成团名额似乎很好猜 无非是谭维维 薛凯奇和郭彩杰 因为赵梦 张强和奇希的人气基本是垫底的 但是如果节目组希望成团业既有暴冷成团的姐姐 也有暴冷没成团的姐姐的话 那么谭维维组的郭彩杰可能比较危险 其实郭彩杰在人气中 节目中的人气一直不低 四次公演人气排名分别是十 六 九 十一 在网友统计的前四次喜爱度总榜单中 也是高居第八位 但是如果郭彩杰和薛凯奇都成团的话 那么按照本门刚开始的那个更被认可的名单 港台以及外籍艺人就占了六席 分别是王兴林 蔡卓妍 钟星彤 薛凯奇 郭彩杰和郑秀妍 所以说如果节目组希望平衡港台艺人和内地艺人的成团比例 那么除了增加郑秀妍族的内地艺人 王子学脉还得减掉谭卫为组的港台艺人郭彩杰 毕竟薛凯奇的人气更高 当然了 郭彩杰出局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谭卫为组就只有两个成团名额 而这一组在武功就已经拿到了两个成团名额 成团业不太可能颗粒无收 综上来看 那么节目组希望成团业有更多看点和爆点 那么五人成团名单可能是王兴林 蔡卓妍 钟星彤 唐诗义 郑秀妍 余文文 王子玄 谭维为和薛凯奇 排名不分先后 但王兴林组可能成竹在胸 主动收敛锋芒 有意成全唐诗义和吴锦岩的愿望 放弃了宫内赛的输赢结果 因为第一轮的唱跳 他们是有把握的 第三轮的队长个人战 胜率更大 尽管从武功的正片来看 王兴林组在对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排兵不正式 并没有孤独讨论 一切都很丝滑 顺畅 但武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些没放进正片的剪辑内容可能更精彩 只不过节目组认为观众不需要知道罢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关注